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我爹杀了医生 风姑娘 我和秦兄早就下定结论 医生很有可能就是疯掌们所杀 但是 疯掌们和医生的武功不相上下 这一掌毙命 疯掌们可没有这个能耐 看来少盟主对风姑娘还真是情深意厚 十分真相 一分疑惑 就让你不敢确认 疯掌们就是凶手 你说为什么 你不敢确认 这是我的 我是一人都说 我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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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拟了 我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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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拟了 不要拟了 我拟了 你拟了 我拟了 你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告诉我 医术本没有捷径可走 让我回去好好修炼新的 我跟他 本是异母同胞的兄弟 凭什么他是医生 我只能是个补二 这是你自找的 你执迷不误 就别怪我 留情笨 所幸那天 我从别处 得到了一个小药瓶 固碗给你的 我用来制作人偶的药 能暂时让人麻痹几个时辰 事后毫无痕迹 是你 你给医生下了药 然后问他长生果的下落 我爹后来怎么会知道 医生连一掌都挨不住 封姑娘啊 果真伶俐 是你 你让我爹走上了不归路 封掌门 他一掌将我哥哥打倒在地 吓得跳船而逃 王爷 王爷是 是先中了做人偶的药水 然后中了封枪尾的掌法 最后再被博尔刀伤 难怪凶手一直找不到 原来凶手不止一人 但是 这一切结果 都让上官邱月看在了眼里 从此 我就成了他的傀儡 我当时只是想知道 花小蕾为何死而复生 所以才去找了医生 想不到见到的 竟是这个愚蠢的疯子 我不过是给他稍加提点 没想到他还挺上当 立刻就开始拍卖 子虚乌有的长生果 杀害自己的兄长 补先生果然铁石心肠 不如以后我尊称你为石先生 你是何人 你的恩人 恩人 为了一己私欲 就把自己亲哥哥给杀了 这样的罪名背在身上 这八仙府以后的名声 怕是保不住了吧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我说了 我是你的恩人 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 我还给你指一条名路 名路 把手伸出来 这是什么 长生果 你分明是在戏弄我 这世上有谁见过长生果 你的意思是 十先生 您现在已经有了长生果 想要靠它赚钱 往外放消息 这还不是随你 不过这长生果乃天赐灵药 不讲究点 怎么让人幸福 记住 此药旨在月圆之时用 结束 还要靠得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这种活动 不吝点赞